在這次的意外當中 慈濟醫療置業也是總動員 台北和台中慈濟醫院院長趙友成和檢守信 今天一大早也就趕到了氣爆災區的 兩個人醫會救護站支援 希望為辛勞的警銷人員 還有疲憊的受難殘民 提供強而有力的後盾 慈濟人醫會二號在武全國小 成立第二個氣爆災區的救護站 任務是服務救難人員 台中慈濟醫院院長趙友成一早就前來支援 和仁醫會的愛心接軌 仔細盤點藥材和設備 希望為辛勞的第一線警銷人員 提供強而有力的後盾 第一線的他們付出 這麼樣搶救生命的一個過程中 他們也需要醫療給他們 或者是我們師兄師姐給他們支援 大家聯合成一個連環的 那樣的一個愛心 立體流離同心園的那樣的一個感動的話 就可以把這樣的一個災害 給他降到最低 尤其是人心的 那樣的一個動盪不安的一個情形 給他降到最低 另一處中正高工的救護站 則是接引災民 由台北慈濟醫院院長趙友成到場坐鎮 守護災民的健康 七十幾歲的蘇娃嬤事發當時受到很大的驚嚇 還要帶著行走不便的先生到處找物資疲憊 讓他的血壓飆高到一百八十 來到這裡有大醫王提供諮詢 一一巡視病床 耐心問候 希望提供醫療之外還要給他們一劑強效的定心丸 受到這樣災難的人從來沒有想到會這麼突然 所以上人說要我們虔誠 真是要虔誠感恩 感恩我們平靜的時候 能夠幫助別人的時候 不捨的心情能夠親自到這裡來做一點點事 幫一點點忙 是覺得能夠安心一點 秉持著救人的初衷 哪裡需要幫忙 慈濟醫院的大醫王團隊就往哪裡去 希望貢獻心力 讓氣爆事件的災民能身心安頓 大野新聞 萬政文 許英豪 高雄報導